我的好朋友刘峰松 他就写了这篇张其郎的故事 当时我们写这个物质 大家知道要冒多少风险吗 就要多少勇气吗 可是17年前我们就这样做了 今天我们看到陈文倩讲的 为什么讲的就是错误呢 大家看陈文倩说 他说花莲 花莲这个 有一个医生 你看没有陈文倩说 花莲有一个医生 他全家都被杀掉 后来找到他的时候 是怎么死掉的呢 他的眼睛被挖掉 肚子里面也挖出来 陈文倩这些话 我跟你讲 有的地方都不对的 什么原因呢 第一是对的 他说花莲的医生张其郎没有错 可是大家忘了 张其郎是当时的国大代表 到南京去开个会的 张其郎家里面 是一共十口人家 他有八个儿女 他的两个儿子跟他一起被杀掉了 所以他们不是全家被杀 是全家的十分之三被杀 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被杀一个都不可以的 如果不该的话 所以我的意思 我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 是纠正陈文倩在历史上面不够细腻 我们比他细腻 所以我们可以谈的这么细的一个程度 我是举这个例子 并不是咬文绝字 给大家注意 可是张其郎被杀的时候 当时你看我现在手里还有张其郎的 他们这个坟的照片 看到没有 大家看张其郎 这个张其郎和张宗仁张果仁父子遭难之墓 为什么你说你里还有这个照片呢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报上说 他们在看吧 今天报上说 他冒险挖出其郎一体 现在开始表扬 表扬这些挖出来张其郎一体的人 事实上 当然如果这些人值得表扬的话呢 我李奥值不值得表扬 我们能够在17年前 大家不敢谈张其郎郎的时候 我们替张其郎讲话 该不该表扬 刘峰松该不该表扬 当然了 今天刘峰松 因为他是民进党 他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尊敬 可是像李奥显然是被打压嘛 不是吗 只是压不住我而已 我们看看 大家看看当时的这个情况 张其郎的这个太太的素原状 你看到没有 我都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不是说是完的 你得要真有这些资料 看到没有 向谁诉冤呢 向228事变以后 中央派来个大员来查这个案子 就是我们小说家白贤勇的爸爸 白从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张其郎的太太们 他说王夫的父子之祸 是王夫 什么原因 他太太讲出来了 平常讲真话 素日之言不讳 有以致之也 冤妇 他讲的是这个 我这个 这个韩冤的寡妇 扑之王夫 致死之因 原因 大约有三 第一个 第一个 民国35年 花莲县 预算数字不复 被他斥责 讲了真话 第二个 死因之一 第二个呢 因为县政与凤林 初中的校务 以职严建筑 管他这个县 学校的事情 死因之二也 第三个 二二八事变中 被选为县长候选人 死因三也 三个原因 他太太自己说的 不是我李奥说的 有此三大原因 故县长 当时被花园的县长 募为 眼中 丁 随裂造事实 假守国君 看到没有 用国君之手 二十一军之手 其军心呢 这个 这个 这个险恶 成令冤妇 切齿 而国君 信凭一面之词 不加 这个审查 进行 这个诸禄 把他杀掉了 也 随才能非本心呢 一男 此起泽 这是张七郎 他在讲的话 证明什么 证明是 花园县长 要陷害他 然后勾结 大陆来的二十一军 把张七郎 父子三个人 干掉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 大家知道吗 二二八 是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 外省的警察 抓私烟 被包围 人家要抢他枪 他要紧张 凭空开着一枪 结果这一枪飞出去 打上了一个台湾人 当时没有打死 然后 这台湾就开始包围警察局 开始 开始说要求这个 怎么办呢 像当时的行政长官 提出个条件来 说把这六个警察 当场枪毙 请问 全世界 哪个政府 会同意这个条件 不可能的吗 我警察犯了法 我就办他 他开枪打了人 或者误杀了人 或者有意杀了人 我们依法来解决 怎么弄现场就枪毙 六个警察枪毙 给你们看呢 做不到的吗 懂我意思吗 这是台湾人当下做主 也做不到的 当然陈一 都答应不下来 那怎么能怪陈一的 任何人都不能干这个事情 好 我们继续看 现在知道了 就是我所说的 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警察杀了一个人 开枪 当时没打死 出了事情 第二个阶段 台湾人从2月28号 开始杀起 一路杀台湾人 杀到了3月10号 连杀了9天10天 然后3月10号 21区登陆了 大陆部队来了 就台湾人杀万省人阶段 第三个阶段呢 是万省人杀台湾人阶段 21区要杀台湾人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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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台湾人 这笔账大一天都不算 我今天算给大家听 大家看看 看看这个账怎么算 半山 就是当时我们叫 我们叫阿山 他们叫 很多跟大陆来的 这个台湾人叫半山 台肩投机造成228 广告高手告诉你 谁是台肩